謝謝大家過來 那我是新平台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會在 因為剛剛大家在等待的過程中 我們是一個比較隨機播放我們做的影片 那現在這邊會有兩支影片 就是在開始的7點半到7點 7點半到7點37分這個時間裡面 算是我們就學議題跟那個就業議題的 我們整理的兩支影片 那請大家可以先整個看一下 好 謝謝 小藝今年30歲大學業藝術科系 2016年在中國某傳統戲曲中心工作至今 他去中國以前小藝曾在餐飲業工作 也在樂團音樂教室擔任過行政局 現職大老闆在中國傳統戲曲界是很有名的演員 小藝透過長輩介紹而去參加面試 小藝現職負責幕後舞台行政事務去打字幕的工作 在台灣小藝曾去劇團實習過 知道在台灣的劇團行政並不會只負責行政 而是要綜合性支援很多事情 所以工作內容實際很多元 但是在中國他們非常官僚心態 缺乏團隊合作的思維 認為你就做你位置上的工作 沒有跨部門合作跟聯繫 例如小藝的工作要上字幕 在台灣會有執行製作人負責把戲劇內容 演員名單 幕後主管抬頭的資料 彙整行都給字幕 但在中國的傳統戲劇中心沒有這個觀念 所以變成小藝要負責跟著演員排練 校正演員內容 還要去找人調到這些名單跟資料 但有時候小藝如果多提了要什麼 他們不會覺得這是主動負責 反而覺得是多環顯示 跟台灣工作習慣很不同 小藝形容 他們常把行李之中做到意料之外 在台灣有SOP的概念 但在中國的管理概念很弱 沒有建立相關制度 例如常常遇到有表演人員 視線金屬界空間 但來了才發現被見鬼的狀況 小藝的公司是國營企業 放假休假都受到中國政治活動的影響 如果被安排值班 我會另外給補休 加班補休 當月沒修完就會被歸零 也沒有額外加班費 基本薪資是月薪七千塊 十拿五千 領過年終獎金 紀錄獎金三節福利 額外的演出費是以演出場次計算 但有沒有演出費也是他們說了算 他們說不算就沒有 生活上 中國有很便宜的東西 但會反映在品質上 例如台灣的指甲刀一支39元就很好用 但在中國要達到一樣的品質的指甲刀會很貴 而品質差了兩三塊錢人民幣就買得到 但用幾次就壞掉了 盡量不去醫院 每次都會從台灣或日本買感冒常備藥帶過去 曾經去醫院看過中人 問成很隨便 當時花費是50塊錢人民幣 怪號加排隊就花了三個小時 中國同事有保醫保 會有一張醫保卡 跟台灣老保一樣 公司與資費做出一部分 繳了金額摸到醫保卡 但他們醫保卡的概念 卻有點像組織卡 假如有重大疾病 把醫保卡裡面的錢用完 就用自己另外配備 住宿的部分 一開始公司有簽約酒店 提供作為輿工宿舍 後來酒店單方面解約後 公司就要大家提出去租房子 2018年6月就開始自行負擔住宿 第一次是跟同事四個人合租 一個家庭式的房子 公用洗手間 設定五家店和廚房 房租一個月850元人民幣 水店另外平分 第二次是自己租套房 房東把一部房子分成 五到六間的獨立套房 沒有廚房 房租是一個月1300元人民幣 水店另外支付 飲水的部分 在四人合租時有購買率 不共用 現在會直接從公司 再過濾過的水回家 公司公餐是上發一頓午餐一頓 員工餐廳每天有兩樣主菜 三個酷菜三水二 但餐太鹹了不好吃 而且後來發現 因此有高血壓的症狀 由於Google不被允許 進入中國市場 因此中國安卓手機 沒有固定的軟體投影商 目前有在玩手遊營養食 因為這個是中國自產的 所以不會被擋也不用搬牆 但如果要使用Google 其他服務就會被擋 如果要使用Facebook要翻譯 但從今年8月開始就發不太了 關於言論審查 身邊認識的台灣人 沒有聽說有遇到被官方請喝茶的 但是有很關心 中華民國話題的中國友人 iPhone號 他前陣子說 微信大號被封了 請要聯絡他的人加他的小號 去中國以前對那的印象不好 去了之後覺得遇到的好人還是比較多 工作與日常生活上的交流都是OK的 由於目前職務走向和預期不同 對未來職涯幫助不大 所以之後會辭職 未來會去上海、蘇州這些文化藝術 比較蓬勃的地方找機會 但如果對台灣的藝術工作 能拿到合理的薪資 也會願意回來 小偉今年22歲 在台灣念高中 現在在中國沿海省訓練大學 目前是大次學生 在考大學學測以前 小偉對中國就學管道的認識 只有在跟家人看電視的時候 看過相關新聞 但當時也沒有深入了解 學測成績出來以後 因為上不了清交層 才想到去中國就學也是一個選項 當時不像現在資訊那麼多 沒有人可以問 父母也都不清楚 所以資料都是自己上網找的 但家人認為18歲去中國念書 年紀太小了 不願意讓他去泰國的學校 所以最後選擇了沿海省份的學校申請 小偉就讀的學校 在風平上 跟在台灣可以申請到的學校 差異不大 但覺得該校的名號冒出去 感覺比較厲害 所以才想去申請 在中國念書的台生分為兩類 台生私底下稱呼為聯考生 學測生 聯考生是指直接參加 把澳台研招考進去的學生 這類台生大多是台商第二大 從小就在中國念書長大 而小偉這類 用台灣學測成績去申請學校的 就屬於學測生 在學校 台灣補生組長的學測生 通常會跟港澳補生組長的學生 玩在一起 學校提供給台生的獎學金 通常是由聯考生申請走的 因為聯考生從小就接那裡的特高 成績普遍都比較好 跟聯考生相處會有一些和和 例如他們會使用 那個台灣當局的說法 但大概也有四分之一的聯考生 是好相處的 另外 聯考生習慣用簡體平音打字 學測生如果有什麼事情 不想讓他們知道 就會用注意 注意是一個區分 誰是我們正確的 和關鍵 在言論自由上 曾經有學弟 上台灣電視節目說到 荷蘭鼓勵學生可以出去 雖然台灣也只是一個小國家 因為後面這句話 被學員黨委員書記找去約談 最後被要求寫報告 對學弟最大的影響 是未來就沒有機會 申請到獎學金了 所以同屆的學弟妹 後來都不敢接台灣電視台的邀約 被約談這就是通報第一題 對台車的影響相對比較小 但對於中國本地生來說 這會留下紀錄 對未來找工作都有影響 在那裡 中國本地生 每個人都有檔案夾 目前台灣沒有 但也聽到風聲說未來會有 這幾年 政治審查越來越嚴重 例如宗教信仰跟電視劇被禁 路上也越來越多標語 例如偉大光明共產黨 高中時小偉曾經到當地旅遊 當時沒特別注意到有這些標語 對中國唸書最大的感覺 是各種手續都很麻煩 從進去唸書申請等等 遇到的手續都很繁鬆 沒想見假是要在那裡工作 手續一定只會更多 未來想回台灣工作 因為那裡的生活被溫租 被動的天 覺得在那裡工作的息率是不高 中國的工作機會雖然很多 但不一定都是好的 而且在中國工作最大的風險來自於政府 你可能因為一句話被政治搜查 工作就沒了 那很謝謝清平台跟這個 哲學星期五的邀請我 今天我雖然擔負責是主持人的 這個角色跟責任 但是我是抱著學習的心情來的 因為其實我必須很坦白的跟大家說 雖然我的這個學經歷裡面 有一段時間我是在做中國研究 但是這個創業跟進入業界之後 我其實有一段時間 沒有那麼的關注中國 剛剛這個送費我幫忙介紹 其實我現在在經營的主業 比較是變一個科技媒體 那政治的部分 我們過去這兩到三年 其實也做得蠻多的 那中國這個議題很自然而然 在網路的這個結構之下 就進入了我們的這個社群的關注主題 我相信這也是今天有這麼多 我剛聽起來就是大家的背景 來源跟平常生活的這個分空 其實是在很不一樣的地方 大家一起來 那我覺得這也是在台灣 一個很特有的現象 我相信今天可以聊蠻多的 那今天因為其實 剛剛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到 這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一個研究案 就是說有一些人 他去做了一些研究訪談跟田野 這也是過去我們在做中國研究的時候 很常會做的事情 就是中國跟在你去東國看中國 跟你在台灣看中國 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青平台做了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其實是很值得大家去關注 我也蠻surprise 就是說台灣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蠻重要的 那今天一開始我想要先請 邀請這個青平台的社會陪力中心主任 Luna 她剛剛居然介紹自己是工作人員 Luna其實是整個專案的 一開始的Initiator 也是負責就是把大家造集在這邊的一個人 那我想要先請Luna先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計畫的原委是什麼好不好 因為我們剛剛在看影片 大概知道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計畫 認識一下中國的現況 可是你還要做這個案子呢 那我會輔助一下簡報的方式來跟大家講 那有些朋友大概會在這一年去 從今年年初到最近 其實在那個視覺上會一直看到這張照片 那其實就是說很像中國很大 台灣很小 那當我們開始用這張在宣傳我們這個系列的活動 或工作法的時候 其實就有人挑出來說 什麼時候青平台變成統戰單位 然後變成一個在做統戰的或者是怎麼樣 其實很無辜 可是因為就是說 其實剛剛主持人講到一個重點是 在台灣談中國 大家就覺得說你不是這個就是這個 那其實這就是剛好我們覺得該好好談一談的 如果中國在旁邊影響我們這麼大 然後它的好或壞其實我們都沒有辦法迴避 那包含大家看到那個香港的情形 我想做一個台灣人 等於是說我們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功課 或者是社會有個集體 共同必須要來看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是一個緣起之一 那也包含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今年是2019年 在2018年的2月28號 中國他提出了會台31項政策 那這件事情我們開始在想說 這件事情到底到底對中國用這個方式 在對台灣做熔絡也好 或是有些人說它就是一種滲透也好 到底它的成效怎麼樣 那通常我們都會看到陸委會的這些 這些主管的這些人員會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個會台政策對台灣其實沒有多大的影響 他其實台灣人現在去的比例是低的是什麼的 那其實我們想要回頭看說 那我們對一些個別的個案 其實是想要知道他們的經歷 所以其實這是我們開始思考說 到底會台31在一個實際的中國 在跟台灣的一個互動過程中 它到底產生了影響 所以我待會主持的這邊也會介紹我們團隊的夥伴 那我先講這個是起頭 那我可以稍微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今年這個案子從去年年底開始成形 那我們邀請的不同領域的夥伴一起進來 那我們今年4月份做兩個工作坊 然後等於是市場工作坊 有就業跟就學為主題 那接下來在11月底跟12月 我們也密集的做了五場分區 那這個從1.0的版本到2.0 等一下我會在我們的分享裡面去分享說 我們做了什麼樣的調整跟設計 好 那這個是 好 往下 好 那這個是我很快講一下就是說 我剛剛提到 其實台灣該認識中國 可是它的資訊夠充分嗎 夠完整嗎 那怎麼樣在一個 對中國的理解下 在台灣做一個比較理性的討論跟對話 甚至就是直接的交流 好 那這個經費來源 先講一下就是 這是秦民台自己的獨立自由的經費 以及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到處去募款的款項來進行的 所以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算是一個研究案 好 那我們的程序 其實我們不完全那麼學術 可是我們很幸運 我們的團隊裡面有在學術上有參與的夥伴 所以我們有研究訪調 然後諮詢會議 那我們諮詢的這個領域的專家學者 包含工作者 包含媒體工作者 那我們去做資料分析整理 那包含我們開始去產生 生產一個比較可以對外 對外討論的一個資料跟政策建議 那也包含剛剛那個影片 然後這個過程中我覺得比較珍貴 剛剛玉寧她也問我說 如果明年到底還留下什麼 我想這個東西 待會的分享是一個 那第二就是說 我會很希望大家你們在今天的會後 可以去我們的 可以記下來就是 就是 那這個資料我們也會放在那個資料 在那個網站上再跟大家分享 好那往下 好那其實我們在過程中 其實 我故意放在這邊 那我也是要麻煩大家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過程中 有些人都要討論中國這件事情 是有時候會覺得說 不是那麼覺得很放鬆 即便我們去進入到不同的工作坊 一個比較小型的工作坊 大家不是那麼放鬆 所以我們會盡量讓大家覺得說 不用擔心你的身份會被揭露 那包含我們的訪談的對象 包含我們這麼多的這一些 在這些影片的內容裡面 我們盡量把我們的對象 幫他們做一些 就是把他們的身份別做一些處理 那其實這個重點就是 我們好好來談一談 你不需要帶有一種就是說 一定要有很大的承見或壓力說 要怎麼樣我才能談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我們也在練習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練習的往下 好 所以我們怎麼做 這是我們在彰化場的一個簡單的agenda 就是說其實親平台做這個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是做公民 公民在整個公民生化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們覺得說 我們有必要就一個實際的狀況做一個簡報 然後把我們的研究做一個分享 所以我們的夥伴裡面 他們也做了一個跟就學議題有關 一個跟整個中國的經濟 跟就業議題有關的 所以我們的夥伴們會做分享 然後接下來也是 我想這個研究案很吸引人 就是大家很想要看看 就是看看那個真的去中國經驗的 就學跟就業甚至實習經驗的人 然後他們來分享 好 那這個分享的過程中 當然大家就會帶他問題來 那之後我覺得有個比較重要的一個part 是說 我們做了分組討論 我其實這幾年的工作 讓我覺得說 我不會再覺得說 top down的這種講話方式 會說服人家 通常在我們在做一些公民倡議 或者是運動裡面是 參加者他有覺得他自己 覺得這個議題跟我有關係 我身在其中 然後我們可以做一些討論之後 他覺得他比較能來談 然後會有一些反錯 那這個東西過程差很多 所以我們會有分組討論 那這也是這個過程中我們去了解 我們那麼多的分區 從台北高雄 然後桃園 然後花蓮 我們包含在市區 我們還跑到富里鄉 它是在一個最接近台東 花蓮最下面的一個鄉鎮 然後台南彰化 我們其實也發現的人 在對這個議題的理解 跟態度是很不一樣的 好 那最後我們會邀請的 就是諮詢各顧問來做一些回應 那這個過程中 我們有我們親民臺的董事長 執行長 就是邱俊榮邱老師 那也包含了 清華大學 清大的社會所 中文研究中心的 沈兇華老師 鄭聖彭老師 跟也是在台北醫學院的 張國城老師 來做一個參與 然後去回應一些問題 好 這大概是我們的一個 一個framework 然後這是我們在分組裡面 請大家去討論的一個方式 好再往下 好 所以其實到每一場 每一場的最後 我都會很希望說 讓台灣人 如果你很關注這個議題 你的經驗也可能是有趣的 或者是很實用的 來幫助我們把這個網站 再把它做為一個深化 或者是讓它更廣 那的確我們有得到一些回響 那包含的在過去在中國 有工作經驗 然後現在在跨國公司工作的 一些在國外的 的一些 算是還已經到CEO等級的台灣人 然後他本身是念那個應用材料的 他也跟我們說 他很想要分享他的經驗 然後還有現在過去在中國做那個 做環保議題的 然後他是在國際組織工作 然後這段時間他到英國讀書 然後他也剛好明年要來投票 他也跟我們聯繫說 他想要回饋他的中國經驗 所以其實在台灣 他有就是說 除了YouTuber 有一些在網路上的這些平台之外 很少會有人 他願意站在一個實際的場合 告訴你中國發生什麼事情 我的好或壞的經驗在哪邊 那我們接下來這兩場 我們也會做一些 等於是做那個訪談 對 所以那兩個人他給我的 Information 還包含我們在高雄 碰到一個中山大學的一個小朋友 就是應該是一個年輕人 他告訴我們說 這些資訊對他們講還蠻重要的 所以大概這是我們的一個簡單的架構 那我們也希望把這樣的成果 跟更多的台灣人分享 那重點並不是說清明台擁有這些東西 而是我覺得這些東西的累積 不管他是一個智慧的累積 好的壞的經驗的累積 他是可以在這個社會帶出一些討論的 那大概這樣子 謝謝 謝謝Luna 謝謝Luna 我不知道大家 我們接下來開始要進入這個 就是說三位參與專案的夥伴們 他們實際在做研究過程 能夠看到一些專案的經驗跟見解 但是要在這個開始之前 我想要先帶大家進入一個狀況 就是其實台灣人剛經歷 台灣整個社會 剛經歷一個共同的中國經驗分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意識到是哪一個事情 整個台灣才剛剛共同經歷 一個中國經驗的分享 所以如果你們有看新聞 最近很紅的是那個 那個蔡總統不是去波特王的公司參訪對不對 然後第二天他的中國的生意的夥伴就跟他說 請你下架影片這樣 那為什麼大家會知道這個事情呢 因為波特王他們幹了一件事情 他們把他們跟這個中國的這個生意夥伴的微博的對話 就秀在他自己的臉書上面給大家看 那就是中國經驗分享 我在看他那個整個溝通過程 其實我覺得台灣社會很有趣是 當波特王把他這個對話過程 PO在他的臉書上跟大家說的時候 你仔細去觀察整個台灣社會對這個事情的反應 並不是一面倒的說 對中國人很壞 就是怎麼可以這樣子威脅我們呢 怎麼可以這麼的霸道呢 你憑什麼要我們下架呢 不然不叫總統要叫什麼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也有一些人從商業邏輯去探討說 波特王他們用這個方式的做嗎 是否是有問題的 這裡面的確有些爭議 那我覺得台灣社會它的開放跟它的多元 的確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更認識中國 因為在這個過程 在這個討論裡面 我聽到有個朋友很有趣 他就跟我說 我懂了 因為他有在中國做生意 他就說他要檢查他的合約 裡面那些細節 他是非常務實的在做他的這個 對中國市場跟中國社會交流過程裡面 一些經驗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就我用這個當一個開場 讓大家進入這個狀況 那當然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題目 並不那麼的完全在商業市場上 幾位的研究其實有更多是在 當地的學生跟年輕人在那邊 就學跟就業的一個經驗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今天三位來跟我們分享的 參與這個專案的研究工作者 第一位是彥甫 彥甫跟大家說一個 哈囉 大家好 好 天福他是一個歷史研究的工作者 他剛剛跟我說先這樣子介紹他就好 那等一下我會請他就是分享一下他自己的經歷 然後再來探討 分享一下他在這個專案裡面一些有趣的發現 那另外一位是Joy Joy他在這個專案裡面參與的是比較偏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動畫影片其實是Joy做的對不對 這個其實蠻難的喔 因為我是做媒體出身的 非常難 你要用圖像做故事是非常非常難的一個事情 我剛剛超印象深刻 那Joy他除了做這個專案 他自己平常 我剛剛問他怎麼介紹他比較好 他說 可能把他介紹成是一個這個媒體的社群的經營者 跟工作者是蠻好的 因為他是這個蒂馬小姐咖啡館的粉絲團的經營者 那如果 我剛剛有稍微看了一下 如果你有看他是一個很有趣的粉絲團 這樣我就難 我就比較理解 為什麼你可以做出那樣的一個影片 說故事其實是很有趣的 那 再來 再來這一位是 李琦 李琦跟大家 think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才認識李琦 但我剛剛知道他原來他其實算是我的學妹 他現在在清大社會所的中國研究組念書 是研究生 那 這一次的整個專案裡面 他也參與蠻多的田野的研究 等一下我們會請李琦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觀察到的現象 是什麼 那 接下來 我們大概會有 差不多半個小時的時間 讓詹瑋來分享你們的所見所聞 那第一位我就先請彥芙來分享好不好 彥芙他會跟我們談一下 從這個他的歷史研究工作的這個經驗裡頭 他怎麼樣理解認識中國的重要性 還有在這一系列的工作坊 他的互動 他討論裡面 他發現了什麼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彥芙 謝謝主持人 我就站這邊可以嗎 好 很高興今天在 週五的夜間時段 然後還可以看到這麼多人 然後對中國議題有興趣 然後一起來跟我們共享盛群 然後或是一起分享 關於中國知識這個方方面面 從我個人的 我今天就把大家當作一個工作坊的參與者好了 就是過去我在跟這些參與者互動的時候 我通常會跟他們簡單簡單的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認識中國非常的重要 每個來的參與者 他來中國的原因跟因素 還有他看的中國方方面面都不一樣 但為什麼我們要認識中國 從我的角度跟大家簡單分享的幾個部分 第一個層次我認為就是說 因為我們從歷史的脈絡去看的話 向來羅以台灣作為一個主體的話 中國作為一個客體 我們這個主客體之間的關係 這個經貿的緊密度 已經緊密了大概有400多年以上了啦 對啊 所以 欸中國其實這個作為一個經濟貿易的對象 不管先不論他是好是壞 哇最近真的是 進出口貿易已經超過我們 國內的貿易產品超過4成的 所以他是一個很重要的經貿夥伙伴 可是這經貿夥伙伴他會不會變化啊 他會變化啊欸 他在97年 他那個天安門事件之後 其實沒有什麼外商要去中國投資的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大膽吸進之後 其實幫助了中國經濟成長不少了這個部分 這個之後咧 中國迅速快速的成長 那我們的產業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會跟參與者去分享說 我們產業界因為迅速的獲得了 可以迅速把產品外銷到中國 然後在中國市場獲得好評之後 哎呀這個產品跟製程的升級 就有點輕忽了 我們這個輕忽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就會有點輕 比較輕忽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中國這個經濟貿的這個個體 他一直在產生變化 他同時他的產業也不停的升級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個現象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國內的台灣人 或者是產業界對於中國的了解不夠 就會產生一個 一個紙張上面有一部分留白的部分 那對於台灣這個部分呢 台灣的話就是 其實只要不是去中國經商或者是就業的人 對中國通常都會抱持著兩種極端的看法 一種就是覺得哇中國 像剛剛已經有參與者已經講了 中國他可能哇 經濟形象有點沒水準 對啊可能會隨地亂出台子 另外的一部分的人 就會對中國保持著 極好的印象 像是邱毅啊這些王秉中的這些 但我們是要這樣子把正面的跟負面的加起來 然後平均這樣子才是屬於忠於的 我們對於認識中國的這樣子的一個切入的角度嗎 或者是這樣子認識中國嗎 其實也不是 所以基本上 台灣很多人去中國近年來 逐漸有趨緩的狀態喔 所以我可能要跟大家做一下私藥來講 來問一下大家對於台灣人去中國近年的發展 總人數不知道大家聊不要緊 第一個就是說 陸的會還有統計啊 就是台灣人去海外工作近年來的工作的總人數 大概是七十幾萬人啊 那可能要給大家三個選項來問一下 就是那台灣人去中國的工作人數有多少 第一個選項25萬 第二個選項35萬 第三個選項40萬 也就蠻近的 覺得是25萬的人選手 大家覺得太少對不對 啊覺得是35萬的選手 喔有有有人看選手 啊覺得是40萬的選手 啊其他沒選手的人 是不是覺得是多少萬 是不是覺得說 台灣人在中國有200萬台商對不對 就是傳統這個印象 所以 這樣子 大家的意見的分析 又呈現出來一個特殊的現象 就是從台灣人自己官方統計 其實已經揭露 可是台灣人對官方統計的數據 其實都會有一點點模糊 所以以台灣作為主體的情況底下 對中國客體普遍的了解不夠 台灣主體移動到中國工作的人 也認識也不夠 雙重的空白 這個時候當中國這個經貿夥伴 他褪變成一個可能是會有帶有 攻擊性貿易的這種狀況情況底下 他介入台灣 他在台灣的內部的 這支事務上下洗手的時候 就很容易留下一些玷污嘛 你知道白子最容易留下玷污了 因為我們不小心留白了 簡單來講就是 我會跟參與者會先跟他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必須公允的 把中國當作一個貿易夥伴來看待 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 他在產業升級的過程裡面 以華為為主 像在美中貿易戰的脈絡底下 他已經蛻變成為一個 可以把5G網路跟監控系統 輸出50幾個國家的一個超級經濟大部分 所以我們還是會認為說 他文明水準不夠嗎 或什麼的 這可能要畫上一個問號之外 我們還要一個很審慎 很審慎的重新來認識中國 好 那我們這個工作坊開始之後 開始之後就會開始跟參與者 現在等於跟大家開始接觸 我們一開始分成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的時候 就開始發生一些非常有趣的現象 那分組討論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建立分組討論的宗旨 就是跟大家互動的時候 有一個特色 就我們想要知道說 第一個他來 他想要了解中國是什麼 第二個是他有什麼中國經驗 有趣的是啊 來一個人跟我一起小組 大概一組有十個人 哇 超過五個人以上 都有中國經驗 他的中國經驗是什麼 他的家屬 老台商 他是台商二代 另外一個他有就學經驗 另外一個是他有交換經驗 有可能是短期就學 或是短期公司派駐 甚至比較多的人數 通常不是台灣跟中國兩邊跑 那還有更多的 還有更多的就是 基本上就在中國工作 然後回來參加這個工作坊 那裡面他裡面就說 這個我們互動的過程 我們辦這個工作坊 後來得到一個很棒很棒的結位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對認識中國這個方面 中國這個課題 有一點點空白認識不夠 台灣人去中國的認識又不夠 然後這些空白在我們分組討論的時候 突然獲得了解答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獲得什麼解答 很有趣 大家都講會台30項政策 國台辦都講說 哇很多台灣人在中國考照啊 像他最常講的就是說 哇總共去年有88個台籍的專業律師 就是在中國獲得這個可以職業的中國法 中國律師的職業執照 這樣聽起來就很多了 100個律師移動過去就很多了 他可能就兩邊做一個海內外貨 海商法還是公司法這個訴訟的一個討論 有趣了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中年的律師 分享了一個經驗 他其實他根本不需要 會台31項政策裡面的中國的考照 他早就已經在中國執列了 那他的方式是什麼 他的方式很簡單 在中國找一個律師事務所 他從這邊移動過去 幫助很多台灣人跟台商 做一個基礎的 基礎的一些不管是訴狀 還有就是訴訟的一些理解 最後再委任中國的律師事務所 來進行所謂的上訴啊 還有就是一些法律糾紛的條體 所以其實會台31項政策 到底這麼重要咧 這個時候就打上一個問號 其實不需要會台31項政策 他模糊空間很大 然後第二個是 實施的情況可能也不一樣 這個是剛剛 因為剛剛參與者有很多嘛 一個是廣告業嘛 然後有製造業嘛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教育社工行業 對那我再分享一個行業 鑰匙 鑰匙有趣了 鑰匙的狀況是這樣子 由於我們台灣 對於多少人去中國 還有在中國的情況 瞭解都不是很夠的情況底下 他是怎麼接觸會台31項措施 他是一個花蓮人喔 他是一個花蓮人 然後來台北讀書 後來畢業在花蓮職業的一個鑰匙 那你會覺得說 花蓮怎麼會接觸到會台31項政策 有趣了 就是他的學長 他的學長剛好他有個學長看到會台30項措施 裡面可以提供鑰匙考照 又來了 跟律師一模一樣 中國會台31項政策 他要的是專業人才 所以他發現可以過去考照以後 他開始告訴學弟妹 有機會喔你可以過去考照喔 可以過去考照 但是這個時候就產生了一個現象 我們對於可以直接去中國考照的認知 非常的天真 我們以為考照之後就可以去職業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過去辦工作坊裡面 還有就是我們訪談的對象 大概超過20幾人 所有有去過中國經驗的人 對於中國的醫療設備的系統 還有就是就醫的經驗 百分之百都是負面的觀感 看病看不好 藥費特別高 反復的抽血 最後感冒都沒好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參與者 這個花蓮的藥師 他就分享了 其他的學長跟學弟 曾經去中國考察一下的結果 其實我就算拿到中國的藥師執照 在惠台31一項政策底下 獲得了藥師的執照 其實在中國的職業 或者是職業醫 或者是當藥師 其實前景都沒有台灣這麼好 可是我們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是因為他來參加我們這個工作坊 他告訴我了 我才知道 這樣的訊息我在媒體看得到嗎 看不到 大家都在咬頭 所以大致上就是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到這個部分 就是 第一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認識中國的重要性 大家都有這個 大家都保持不同認識的重要性 但是從今天開始之後 大家就可以積極的去了解 那再來就是說 第一個是資訊跟中國實情的落差 就是我剛剛分享的重點 其實中國並不是大家想像這樣 它有風險 它也有機會 所以我們要去持平的去了解 大致上這樣 那我們後續就會跟大家分享就是關於網頁製作 然後還有實際上就學的 台生的狀況是怎麼樣 謝謝 謝謝彥甫的分享 剛剛他其實有提到一個事情 他在講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一個事情 是 認識中國這個議題對不同的人來說 他可能出發點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說以我來說 我沒有想要去中國工作 或者是做生意的這樣的欲望跟需求 所以認識中國很多時候 是站在一種 什麼樣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想要認識中國 在政治上面 或是在新聞上面 當我發現這是有社會威脅的這種 我覺得我被謀一個敵國威脅了 這個狀況 我想要認識中國 可是其實我們有很大的一群人 在台灣社會生活的一群人 他是為了他的生涯 為了他的生計 為了他的人生的發展的地區 在做選擇的時候 他在思考中國 比如說 我換一個方式問這個問題就好了 我們會辦一個活動講 認識美國嗎 或是我們會辦一個活動講 認識瑞典 認識荷蘭 認識澳洲 因為我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在我剛剛講這些國家生活跟風作 可是我們不會在台灣社會 有一個專題跟一個議題說 我們要來認識 我剛剛說的這些國家跟地方 因為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人去那裡工作跟生活之後 會不會受害啊 或是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狀況 可是中國對我們來說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異序存在 他有些理由 因為他離我們非常非常緊 而且他非常非常大 而且他非常有意識地想要吸引台灣 跟台灣產生各種形式的連結 那這個連結的過程裡面 當每一個個人在台灣生活的個人 他有這樣的需求跟想法的時候 他自然而然就變成一個 我們社會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 那我覺得剛剛這個彥甫的分享 其實特別是在總體經濟相關的 這個數據的分享上這些角度 我覺得是非常到位的 也很容易我們思考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請Joy來分享 Joy他我們請他來跟我們聊的是 他在參與這樣子的一個專案的活動之前 他對中國的認知是什麼 那參與之後他又看到了哪些不同 那接下來呢想要請他談的是 就是針對網路的工作 在聽過分享之後 對於去中國就業的看法 以及台灣針對中國研究成果 這個轉移缺乏的問題 就大家剛剛看到的其實是一個 很輕鬆簡單的一個短片 可是其實中國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那我們要怎麼去認識他 在這個認識過程當中 為什麼台灣會如此缺乏 容易理解的這樣的新聞的資訊 我覺得這裡面都有蠻多的這個問題可以探討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Joy 大家好 參與這個專案其實我對我自己個人來講 我覺得是收穫蠻大的 因為我都看一下說 我是我們這個團隊裡面 就是對中國認識最一致的一個 就是說我之前對中國的認識 事實上也都是來自於媒體 那媒體要嘛就是大好 要嘛就是大壞 可以跟你講說那邊錢很好賺啊 不然就跟你講很可怕 所以我覺得在參與這個專案以前 其實我覺得我個人對於中國的認識 其實是非常扁秘化的 就是說很媒體很片段很表情化的 但是在參與這個專案之後 就是一來是因為像在我們每個過程裡面 其實像彥甫跟李奇他們都會去提供 就是說跟中國有關的一些基礎知識 背景知識 那這些事實上是我自己本身很缺乏的 然後我覺得我也好像很難在媒體上 就是有一個比較容易的取得方式 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覺得是 這些比較是前置性比較大 大視野的那個專業知識 知識的分享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 因為在參與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我們邀請了很多有中國經驗的人 來談很多就是在那邊的實際的就業經驗 不只是訪談 也包含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而且他們分析 那我覺得聽他們分析下來 其實我有一個很大的感受 就是我覺得台灣跟中國大家覺得 國的差別大不大 覺得我們差別大了可以舉個手嗎 台灣跟中國的差別 你覺得台灣跟中國的差別不大 很小的舉手 其實我覺得我最強烈的感受是 我覺得在人的層級 在人生活的層級這一方面 事實上兩岸的差異 中國跟台灣的差異沒有那麼大 我所謂的差異沒有那麼大的意思 是指說在民生方面 我們也都希望可以吃的好 穿的好 我們希望有比較好的醫療品質 然後在工作方面 我們也都希望可以去找到比較好的工作 事實上在這種人的基本需求的層級來講 差異是沒有這麼大的 但是我們真正的差異是在於 我們兩邊因為體制的不同 還有因為那個政治的氛圍 然後還有政治就是說 我們這邊是比較是民主自由的 那他們是極權專政 那民主自由跟極權專政 他到後來會導致的差異 就是兩邊的教育一定會是不同的 那你當你教育不同的時候 你教導出來養成出來的人民 他的不管是意識形態也好 或是他的生活習慣 或是他的文化 就一定會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所以等於是說 中國跟台灣他真正的差異是在於 因為在政治層級上面的不同 他整個下去很多的細節就不同 可是你當你今天去把這些東西都播出 就是身為一個人的最基本需求的時候 你會發現事實上他是沒有那麼大的差異的 就我們希望的 我們想要好的 不好的東西 事實上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在這個層級上 我自己本身就會認為說 看待中國我覺得 我現在就會更能夠就是把中國這整個東西 去把它變成是比較一個立體化 所謂立體化就是你去看中國這個國家 要去意識到它裡面有所謂的政府的部分 比如中共、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 但也有中國人民的部分 那當我們在思辨一些關於台灣跟中國關係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都要時時刻刻把這種 就算即便是在台灣啦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們和我自己有在做一個就是監督國會的職工 我們常常在思辨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想 你現在這個角度到底是人民的角度 還是政府的角度 就是我們在討論很多問題的時候 永遠都要把 你現在是站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去討論這個問題的這個東西要去想清楚 那你會發現你在不同位置的時候 我們思考的東西就會是不同的 但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台灣社會 我們比較有 我們比中國更新的是 我們有這個空間可以去討論這個東西 但在中國 因為他們在那樣子的體制底下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必須要 每個人就是我實際上公開說出來的話 就是我很愛黨、我很愛國 但大家是不是那樣想 有時候很難說 可是在我們這邊 你可以不需要這樣子 你就可以自由的去講出 你自己的立場也好 或是你的看法也好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就是參與這個專案之後 我覺得是對中國的認識 會有更多的立體化 然後在看待事情的時候 你會知道 要更去思辨說 你自己要從什麼角度去看待這些東西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在我們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個 他是那個 在那個中國是 網路的工作者 那我自己本身會 對這個很有興趣的原因 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是這樣也是網路工作者 就是說我的本業主要是做網頁設計 網站架設這類的 那他的分享 其實讓我感觸還蠻深的 我這邊先講一個體外話 就是我在好幾年前 大概至少是八年前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本身工作有關係 我曾經去聽過 就是從中國來的做 所謂的網路使用者研究的人 的那個專員 然後來台灣 就是我們在做一些 那個專業資訊上面 分享的一個講述 那我當時 事實上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 就是說 因為他來分享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的驚訝 我所謂的驚訝是在七八年以前 那個時候在中國的使用者體驗的研究 事實上已經超出 當時的台灣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驚訝的部分 不是只是單純他超出的非常多 而是我覺得 你們既然在使用者體驗上面的思辨 可以做到這麼細的話 為什麼這件事情沒有發生在你們整體上 就是那個人的思維是這樣子 就是你在A的部分 有時候你可以這樣享受 有時候你這樣的一個思維習慣 可能是會去轉移到B的 可是我在那個當下 我只是覺得很以後 為什麼這件事情是沒有發生的 因為那個思維的一個過程 流程 然後思考方式 其實那是一樣的 只是你今天用在什麼場合上面 但是像這一次 就是我們有那個網路工作者 他在分享的時候 他事實上有提到 就是他們在他們那邊的討論 然後就只想在網路頁的這一塊 因為他講到一個點 我覺得滿有趣 他是說在那邊的網路頁 其實就有點像 相當於我們這邊的電子業的那個層級 所以為什麼在中國 在互聯網 其實是一個就是 收入還蠻好的一個工作 那在台灣的話 你去對比可以到那麼好 就大概是那種台積電、台達電 這種電子業的部分 那時候他其實就有提到說 在他們自己內部的這種討論 或是說他們在面對市場的規模 事實上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 那因為我自己在網路頁 其實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說 你今天在面對的規模 就是你今天有多少人來連你這個網站的那個規模不同的時候 你光是在技術上或是在行銷上 你能夠開展的空間就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今天面對100人跟面對100萬人 那個市場基本上就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我聽他分享之後 事實上我有一個感覺就是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完全不會想要去中國的 可是我必須要說我覺得 如果今天你自己本身 在了解中國的一些風險的狀況下 像那個人他事實上他有分享說 因為他收入很多 那他後來要回台灣的時候 他要把這些收入就是送回台灣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分批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個 你從中國要把錢換回台幣的話 不是說你可以整批這樣出來 他有一個限制 就是你要分好幾次去把錢拿出來 然後再看怎麼做轉移 他那時候就提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大家要去體認到說 因為我們兩邊的政治體制度不同 所以他有很多限制是 你在這邊覺得理所當然的東西 在那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就是你必須要先去知道這樣的風險 那如果你今天都知道說 去那邊會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風險是你可以接受的 我自己本身會覺得 其實那邊還是可以過去的 因為以一個商業市場來講 規模100跟100萬裡面都有挑戰 他確實就是不同的 但是就我個人來講 我自己本身不會想去 但是我會覺得 那個是一個可以去 在年輕的時候去歷練一些東西的地方 那另外因為我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我在我們三個人 我們這個團隊裡面 我是對中國了解是最薄弱的 就是那種真的完全使看媒體 才知道一些訊息的人 那可是在他們分享的時候 我其實發現 欸台灣事實上對中國的研究 事實上做很多欸 就是並不是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可是我發現在媒體上面 我想要去取得這些資訊 其實是困難的 然後譬如說我今天如果 真的想要去知道的時候 它好像也都是那種論文形式 可是你今天叫我看過我 我覺得我又可能看不太下去 對 所以我自己其實是有點覺得說 台灣針對中國研究成果 在轉譯這個方面缺乏的部分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它這樣子就是會讓我們大部分的人 對於中國了解 就是被媒體牽著走 就是很片面 對 那我自己是覺得參與這個專案 我覺得最大的心得就是 我覺得我們在認識中國的時候 應該要去再補足更多的骨肉 然後對它要有更立體化的認識 那中國這個政體是一個敵人沒有錯 但是你把中國這個政體當成敵人 跟把中國人當成敵人 我覺得這是兩件事情 就是我們還是必須要去面對 我們跟他們在經貿上 因為不可能完完全全的阻隔 我們一定還是必須要有交流 或是有可能會有合作 那我們就要去思考 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以上是我分享的 謝謝 謝謝 謝謝Joy的分享 那剛剛Joy其實也有談到 關於這個轉譯困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是 所有做中國研究的人 我不要講我自己的年紀 我做中國研究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十幾年來我在看中國研究 這個轉譯的這個狀態 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改善跟改進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因為 所謂的中國研究這個題目 它這四個字 如果你要去分析台灣現在在分工上面 它的狀況 學術圈跟新聞圈跟這個 我們說社群媒體權 它是分得非常非常開的 他們看待這個事情 講這個事情的語言跟模式 都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也認為這個其實是 這一次我在了解這個 認識中國這個專案的過程裡面 那其實是我自己會想要去問的答案 就是說這個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 讓更多人可以來參與 那接下來這一位是比奇 我剛剛有簡單介紹他在新大的社會所 中國研究組念書 我現在是研究生 那他在參與這個專案的過程當中 應該也有參與這個工作坊形式的設計 所以等一下李奇可以跟我們討論一下 這個設計的嚴格是怎麼做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研究方法 其實會決定他的研究的成果 那李奇也會跟我們談到一下 就是說這個台灣人的這個中國經驗很豐富 但是缺少一個好的平台可以分享的這個事情 也許我們可以來探討一下這個事情 可以怎麼樣改善 那我們接下來把時間交給李奇 我可以坐著嗎 我覺得贊的壓力好大 就是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我李奇 然後我現在在新大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 就是現在是研究生 然後我自己的研究領域 之所以會不會找進來這個專案 其實也跟我自己在做的研究主題很有關係 因為我本身就是在做會台政策 然後還有兩岸交流團 的這些網絡等等的研究 所以基本上這個東西跟我自己的研究很有關 然後剛剛Luna其實有講到 我們其實這個專案進行了一年多 然後我們其實這 我們其實辦了兩波的工作坊 第一波大概是在三四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辦你的場次是在台北跟高雄 然後公司這兩場其實參與者就有非常大的不同 因為例如說台北 其實參與者就比較像是我們今天這種 其實就是大家比較是基於一個 關心中國議題的一個初衷來的 然後但是在高雄其實我們就會看到很多 是以自己未來為導向的出發點 就是我未來真的有在考慮要不要去中國 尤其是那個時候其實還沒有爆發香港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蠻多參與者是帶著這個疑問來的 就是我看到媒體上講中國很棒 就是那邊發展機會好像很好 那我到底該不該去 或是現在學測 我們知道現在學測其實對於台生的優惠一直在放寬 其實現在台生他們可以用學測成績去申請中國的大學就讀 是從2010年就開始的 可是2010年那個時候他們的標準是你一定要有頂標你才可以去申請 就是你可以用同樣的成績申請到台灣的可能中自輩 那如果一樣成績我可以去中國念更好的大學 那他們更好的大學的想像是在世界排名的那個排名 就是如果我可以念一個這樣子的大學那我願不願意去 那去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基本上我剛剛Luna其實有講到一點點 就是我們其實在設計這個工作坊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那個就是講座的名稱我們其實就下了很多功夫 我們的工作坊的名稱其實不是這個 我們其實是叫做認識中國 然後關於中國媒體沒說的事 然後這個會申請整個題目當然讓我們受到蠻多質疑 不是這個對好像沒有放 對就是我們有人說我們是就是統戰組織 因為我們知道在台灣會叫認識中國這個講座的組織 其實會辦這樣子的講座要嘛讀習班 要嘛旅行社就是不然就是中華兩岸 blah blah協會 就是會辦這樣子的名稱的組織其實很少 然後另外又有人帶著截然不同的疑問來是問說 你們是不是想要勸退大家不要去中國 就是我們我們得到了兩種完全截然不同的回應 那這件事情有趣的點其實就是在於我們對於中國的想像 其實剛剛兩位也有講到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那對於這些真正想要去中國的人 他們到底要從什麼樣子的平台什麼樣的資訊去取得 到底我做這個選擇背後的那個資訊參考來源到底要參考誰 變成他們這一中間這一群人就非常的無所適從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TA設定其實是設定他們 那其實就跟我們的議程設定很有關係 就為什麼我們以往在做這種這種這類型的解析中國等等 例如說沈柏洋老師啊 宋承恩老師啊 吳建民老師 他們在做的講座其實都是一種很傳統的上對下的講座 那我們不想要這樣 我們想要留給參與者更多 因為就像彥甫講的 其實我們很多參與者他本身就是有中國經驗的 他可能就在中國待了三四年 他其實就遇到了很多這類型的事 但他沒有地方可以講 那我們其實就 所以我們才設計了那個分組討論的時間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我們請來了第一線有中國經驗的人來分享 那我這邊就簡單講幾個故事 我們大概請了誰 例如說在學生 我們就請了實際上去念大學的 去交換的 去念法律系的 來分享 那在就業這塊我們請到了 例如說他其實在中國曾經擔任過記者 就是大家會覺得 其實他不算是記者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要在中國當記者 他是需要一個採訪證的 所以他實質上在做記者相關的事情 可是因為他沒有官方的那個資質認證 他就沒有辦法當真正的記者 那另外還有就是很多台灣人 現在去中國所所待的產業 會選擇是互聯網產業 我們請到了在抖音上班的人 來跟我們講 然後還有愛奇 然後還有就是可能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上班的台灣人 我們請到這些人來講 那講什麼 例如說像那個學生 他其實就講到 有一些是我們在訪談中得到的 就是我們其實就跟Joey剛剛講的一樣 我們試著把對中國的印象這件事情 把它拉得更立體化 就是我每一次在主持這個他們的那個座談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其實我很像就跟著他們去當了一次學生 不是我很像就跟著他們去就業了一次 因為他就講說 例如說有一個人他是講說 他其實我們以往在電視上看到的 就是他被政治審查 他因為這樣子的喪失什麼資格的人 我們好像很多人會以為 他一定就是他在那邊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 他做了很多很敏感的事情 什麼什麼 但有一個台灣學生他的經驗就是 他那個時候在台灣上了一個媒體 然後那個媒體也不是多敏感的媒體 他就只是講了一個好像是台灣的某某產業的分享之類 然後他就講到一句話 他就只講說 雖然什麼荷蘭有一個什麼什麼政策 那台灣雖然只是一個小國家 那台灣也有什麼什麼其實台灣也不錯 可是問題在什麼 問題在於他的用詞 他用了國家 其實有點像波特王發生的一件事情 他只是說了這麼一句話 然後他回到大學去就讀 他回到中國當地的大學 他現在還在那邊點書 然後回去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學校的黨委書記就知道這件事 然後黨委書記就約談了他 然後約談了他就說 就是我們的台生獎學金裡面 其實第一條就是寫說你必須認同一個中國的原則 所以因為這個所以被剝奪了台灣獎學金的資格 然後另外那個學生還講到 這是另外一個學生 他其實他蠻有 他在中國當地其實他帶我們去想像了很多 就是我們以往會認為中國的學生就是很有郎性 的這件事情的想像 怎麼說 但是他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的 是一個制度性的東西 為什麼他們會有郎性 不是說台灣學生就是不認真 台灣學生就是不思長進 他其實背後有一個制度因素是 他們在進大學之前他們從來沒有參加過社團 他們他舉例就是他在中國的大學的社團裡面 進去你一定要經過一輪面試 而且那個面試是非常正式的面試 然後在那個面試過程中每一個人 例如台灣學生會講出來的履歷就是 我高中是什麼社團我以前有拉過站 我辦過什麼樣子的活動 那個活動的自主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那個學生其他的中國學生所分享的就是 我以前當過班長 就這樣每一個人都這樣講 所以他們對於校園對於學生的想像是非常窄的 然後例如說他也分享說他在當地 例如說他只是想要走路去一個可能15分鐘遠的一個地方吃飯 其他學生就會罵他說你為什麼這麼不認真 然後或者是他其實做了非常多社會參與的活動 但是他們並沒有把這件事情視為他本身的資本 他們只會覺得你就是一個不務正業 學生就是要念書 可是這影響的是什麼 他們在為了思考質押的時候 台灣的大學生你在大學的生活 你當然你念了科系 我們很多人也是分數到哪就念哪 可是你其實在大學的時候你會去思考你未來想做什麼 然後台灣大學的制度設計 是讓你有很多彈性的空間可以去設計你 例如說我的必修修完之後我選修我可以去修 我有興趣的外系的課 或者是我把很多很多時間放在社團 放在課外活動參與放在打工上都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在中國例如說你大一 你的課表基本上跟你來高中一模一樣 你上了課不管你是什麼系 你的課表裡面就是會有國因素 就是會有黨政思想 就是會有國家政策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都讓他們對於未來的想像很窄化 然後另外一個在就業方面有 剛剛其實Yaf也有講到一些比較舊的 我講另外一個很貼近時事 就是這兩天有一個很紅 除了波特王之後 大家有follow到北京獻狗令的事情嗎 有知道這件事可以舉手嗎 你真的是同溫成機會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我們其實有一個受訪者他就是在北京 而且他很有趣他是一個有在北京養狗的人 就是其實他當初他其實就是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我們在講工作的時候就有分享到這件事 其實他說狗令是一個一直以來都有的事情 只是政府要不要實施而已 然後他說在中國有很多事情其實都是這個狀態 就是其實你台灣人在那邊你要辦很多什麼職業證什麼什麼什麼證 其實法律都有但是不一定會嚴格執法 可是特別在這一兩年尤其是就是19年 然後18年年末就是他們的社會氛圍一直在不斷的越來越緊縮 那個影響是什麼就是他們開始嚴格執行了這些法律 然後狗針的事情很有趣就是他其實在那邊養了一隻發豆 然後他們當初就是看到狗針的時候 就是他們看到獻狗針的時候 獻狗針那個時候的規定是說你的狗 你不可以在北京的五環 就大家知道北京是一個一環一環的一個設計 然後你不可以在五環之內養高於45公分高的狗 那個時候45公分高大概是柴犬 大概是就是中型犬 然後所以他有非常多同事只要養超過45公分高 例如說拉布拉多啊 例如說德國牧羊犬的這種 他們就是直接搬出去五環外 那我們知道現在這個縣令是 他現在更緊縮到就是你整個北京不可以養35公分高以下的狗 所以如果他今天還在北京養那一隻發豆 他就會被煮出北京 然後真的很有趣 他就說 可是他另外一點 就是像我這兩天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也是馬上丟給他 我就說你要不要幫我去求這裡想那些北京的朋友 他們真的有沒有台灣媒體講的那種安樂死啊 那種的潮嗎 就台灣媒體講的很可怕 然後他就說 他就真的去問了 然後他就說 其實沒有那麼誇張 就是又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初衷 就是不是大好又是大壞 有限狗靈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目前都遇到的狀態都是 因為才剛開始 就是他那個才剛限縮 所以其實現在還在一個規矩的狀態 爸爸那個時候 他在北京的時候 是今年的三四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狀態就是 你走在路上遛狗會被一直跟著 就是會被公安跟跟跟跟跟跟 跟到你家 然後跟到你家之後就會敲門 然後問你說 你這是搞什麼狗證 然後他就說 沒有狗證 他都會一直盧你 說你要辦這個狗證 狗證一年要繳一次的錢 然後是一千塊人民幣 然後如果你沒有狗證 他最後還是放過你 然後就是幫你的狗拍了一個 就是整個 360度的紀錄 這樣然後就說 我要紀錄我們小區有這一隻狗 所以我們在這個工作方 其實得到了還蠻多 就是這類型的經驗 都是其實我們不能說媒體上看不到 只是當然性質不同 包括學術研究 包括媒體 其實我們不可能對於一個人的身家如此 具性迷意的跟你講 他為什麼當初去北京 他為什麼當初選擇這個產業 什麼什麼 但是我們的工作法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一件事情 然後也可以把這些人帶到 真的有想要去中國的人面前 跟他講說 像你這樣子的台灣人 你有可能遇到什麼樣子的事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想要補充一個是 就是Joy剛講的那個中國研究 這個成果其實很難會著 這其實我們一直有在想要做 就是類似的事 所以包含就是我們這個工作坊 其實有幾場就是 就是Luna就有請我講說 因為我本身是在做兩岸交流團的相關研究 所以就是例如說在花蓮場的時候 花蓮場那場很有趣 因為我們是在花蓮的偏鄉辦這個工作坊 然後我們在之前其實就有 就是當地的人就有跟我們講說 其實鄉下尤其是部落 其實他們長期受到 中國的滲透 他們其實是第一線的人 因為其實中國我們知道他們現在在走 他們其實走很久 就是他們在推一代一線 就是青年一代跟基層一線 基層一線是什麼 就是中南部民眾 然後這些偏鄉什麼什麼 所以我們就聽說了一些 他們可能會很平凡的帶部落伴 這種兩岸交流的招待團等等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把我自己的研究成果 就是有點像在那邊 就是簡單講了一下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另外一點 我們可以偷偷打個書嗎 就是我看哲武其實常辦很多讀書會嘛 都會請陳柏堯老師啊 送陳柏堯來 然後我稍微透露一下 就是大家應該知道武建宁老師吧 就是大家有看過他掉燈裡的劇榜那一本書嗎 就是明年其實老師有在計畫會出中國因素2.0 就是包括他就是延續他中國因素的那個研究 然後繼續就這幾年的狀況啊 請了很多人然後來分享 然後我本人也會貢獻一篇在裡面 然後主要就是也是講兩岸交流 然後我那時候去了平坦的一個狀況 然後還有另外一點是 其實學界是有意識到就是研究成果 我無法轉譯為社會大眾知道的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吳建宁老師也一直瘋狂的砥礼大家 就是逼大家一定要用長明的語言來書寫這本書 就我們不會在裡面再放任何很像學術格式的什麼 什麼研究緣起啊 然後研究文獻是什麼什麼 不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學界有努力在做這件事 然後我沒看到很多老師也很努力的在辦這種講座等等 就是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希望是有成果的 對謝謝 謝謝那個 謝謝你其實非常 因為吳建民老師從我那時候還在念書的時候 他就很在意這個事情 不過我知道吳老師其實 持續一直在這個事情上有所推展 那他們那本書其實蠻精彩的 很推薦大家去看 那剛剛其實三位夥伴都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後面最後我想要請這個Luna幫我補充一下 有沒有一些前面夥伴沒有提到的部分關於資格專案 我想要先順著剛剛一起分享的那些個案 就是說剛剛提到那個小犬 不是我的小犬 是那個小狗的事情之外 其實我們在做訪談的時候 其實大家在新聞媒體大家都知道中國對宗教的壓迫 然後這件事情 可是你問當地的中國人 或者是去那邊的台灣人 他有感嗎 或者是說他知道這個事情嗎 坦白講他們沒有直接感受到那麼直接的恐懼 那個事情我覺得那種人的性格上 等一下我們可以分享 可是有一件比較有趣的事情 是後來我們已經算是做完訪談了 然後我們就在聊說 我們有一個在南京讀國學的朋友 那他自己本身的信仰是基督教信仰 然後他的宗教有在韓國美國 中國都有這樣的一個教派 可是他到中國之後他本來覺得他可以很自由的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很熱愛中華民國的一個有為年輕人 然後他會背著國旗包到 那個時候的中國還沒有很緊張的時候 他會背著國旗包到處走 那這個故事有在我們的網上這樣有想提到 然後他自己真的開始要去找教會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跟蹤他 然後教會是在一個很奇怪的飯店裡面舉行的 就是那個教會的聚會 好那我就跟這個我們在做訪談的朋友聊這個case 然後他就說是這樣喔 他說他也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原來他們住在北京 他們自己也參加家庭教會 那他自己有參加家庭教會 然後因為他們的那個教會的牧師 有一些是外國人 所以有一些聚會其實並沒有馬上感受到 中國政府直接的那一種追殺也好壓迫也好 可是是當地人帶的那一種教會 其實現在都收掉了 是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 然後這個台灣人才驚覺說 其實他很多次跟很多的接近那個 你說的那個生死線這樣擦身而過 可是因為他們當時就是可能他的對象 也不是要立刻直接針對台灣人或外國人 所以他們有感受到那個 那個一瞬之間的那一種危險 其實就是在他們面前 然後因為教會被停了嘛 然後也沒有辦法去了 所以他們就疏遠了 那我們也提到說他們對低端人口也有一些觀察 因為他們常常會叫外賣外食 然後在整個低端人口被清除之後 他們那時候整個叫外賣外送那些常常去的店家 整個幾乎就沒了 就是說其實台灣人他如果對政治的敏感度的sense是不夠的時候 他是會知道說原來我本來都是習慣吃的 他有提到新疆 其實他們那時候有在那些有些清真小館 他本來有一些招牌有一些什麼 然後在整個中國對新疆的政策在緊縮之後 那些店都不見了 店家老闆也都不見了 可是我們這個朋友他也蠻可愛 他說他沒有感受到中國那種直接很政治上的那種風聲鶴唳 可是眼前有一批人真的就走掉了 那一種你在中國社會的那種感跟無感 其實會你需要有一點距離之後再回去看它 那個東西你就會比較精準 所以我們其實有辯論了一些跟 因為他是我們的受訪者我們不會跟他辯論 可是我自己有回來思考說 為什麼一個台灣人在中國他面對這麼大的衝擊的 譬如說言論的這方面的是不是有受到審查 或者是說像一個自由或這樣的感受上 他的那個有感跟無感那個界限在哪邊 那李奇這邊有做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分享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現在中國洗澡還是一個大澡堂嗎 學校 學校 對不起 學校或者是廁所 他目前學校還是有限制時間 洗澡的時間 然後那個開燈的時間 然後甚至那個廁所是沒有門的 大家還知道這些事情嗎 對 其實我覺得這並不是在於說我們想要去說中國多落後 不是的 其實是在於說人對某一些身體的界限這件事情 他是沒有覺得說原來有個東西叫隱私 原來有個東西是 我可能對我的身體或對我的特殊的性傾向 比如說我們其實有訪談到Transgender的台灣人 那個年輕人他去中國他超不適應的 他最後回來了 就是跨性別的台灣人 可是我也可以去思考說 那在中國一些性少數的人 或者是說在一些比較性傾向不同的族群裡面 他們在校園裡面 在一個比較公領域裡面 他們怎麼生活 那剛好我們訪談的對像剛剛李奇講的那個記者 就是在社群媒體狗 他在一個中國非常大的媒體工作 可是他的媒體現在被整個整改了 他本來只是覺得說我寫的文章有時候會404 這樣子就發不出來 因為他是寫metoo寫同志 然後寫一些公民運動 不過他本來覺得說他只要不要寫六四 不要寫天安門就好了 他其實覺得說那中國至少還有一些比較活潑的活躍的議題可以寫吧 結果到最後他連metoo都不能寫了 然後最後他覺得說他該回來台灣了 可是這個朋友他現在也回到台灣的一個在端傳媒工作 然後他的報導也很精彩 其實他是一個我看過最有能力在中國 我覺得是有在中國工作跟生活下來本錢的 因為他做足了功課 他做足了不只是生活的功課 包含他去議價他的薪資生活 所以他怎麼去生活這些事情 什麼他全部都很清楚 甚至在去中國之前 他是跟那個媒體現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半 在網路上 可是我想要告訴大家是 我們訪談的對象裡面很多人去中國前 完全這個知識是不了解的 你可以想像那個東西其實是帶有風險的 所以當他被提醒說醫療你是不是有無險一金這個事情 那你的生活上該注意的 甚至就是說如果台灣人在中國發生了危險了 你要怎麼自救怎麼求救 不知道咧 他們很直覺就是說應該不會吧 結果他們對這個知識上是缺乏的 我待會會再做一些補充 那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理解說 台灣人對中國有些的那種去就業跟就學生活的趨之入路的想像 是建立在一種沒有一個比較完整完整思考 或者是完整對一個風險辨識的狀況下 我覺得這是一種坦白講 我覺得我個人感覺是一個國安問題 那個國安問題是說一個人他後面其實有個家庭 那當一個家庭要開始做營救 就如果我今天最好都沒有發生事情 如果真的發生事情 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像黎明者一樣 可以受到整個台灣社會這麼極大的關注 或者是是持續性的 甚至我們有時候也不知道說現在黎明者的狀況好或不好 所以說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是說還蠻掉滾的 那我們在做這個專案過程中 我們接觸了一些現在的比較活躍的媒體人跟文化人 他們也有中國經驗包含像報道者的的確病 然後包含現在在未成出版社的總編輯張慧金 其實他們也都很願意在未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因為他們覺得說台灣人在面對中國 其實那個在生活在整個知識 在一個比較要去做一個比較超越台灣 現在在討論中國的那個思維 因為他們經歷過 所以他可以告訴你那個東西 可是那個東西它並不是只是說它在詮釋它一個很非常個人性的經驗 它其實裡面有體現到一個台灣人的一個困境 我覺得那個困境的討論會是協助我們從這個專案裡面 在只有討論個案之外 怎麼跟這個比較一個可能跟政策 可能跟一個比較制度的東西怎麼再做接軌 我先補充到這邊謝謝 謝謝露娜 其實你剛剛講到後面已經有點碰觸到一個 我認為所謂認識中國這個議題在台灣的一個核心 就是說因為今天剛剛在場的每個人都有簡單的表達自己的意見 跟為什麼要來這裡 很明顯這是一個同溫層這樣 就是這是一個同溫層的狀態 那我們自己在媒體上面的一些觀察 因為其實在我單純只談網路媒體 我現在接下來談的東西都不含電視或者是平面媒體 因為網路它有一個特性 所以我們可以去tracking我們user他們的一些使用行為 跟他們的表現 那我單純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用整個爬蟲去全網路搜尋 就是台灣的大部分的這些網路的新聞的閱聽者 如果我細分到年齡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有個現象 在過去這兩到三年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就是說台灣的年輕社群年輕人 我指的年輕人我更清楚的界定 大約是在29歲以下 15歲以上的這一群用戶 如果我們大致上去觀察他的這個政治傾向 跟對中國這個依序的這個偏好跟反應的狀態 我們觀察到的現象是 其實蠻高程度的在過去這兩三年 年輕世代 台灣的年輕世代 對中國是保持一種不信任 而且對這個議題越來越有興趣 可是他的態度其實是相對比較不那麼容易接受的 那我的這個在 因為我這個是比較是總體性的觀察 不是用直化的方式對個別的受訪者去做訪談 所以這個現象的觀察 跟剛剛的幾位夥伴們分享的狀況 就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我有一個好奇的點是這樣 因為我為什麼要強調同溫層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在我們的這個媒體經營的這個經驗裡面 其實老實說你要我去找到 我很具體的說 就你要我去找到那種 Eager to China的人 其實我不那麼容易可以找到 我是說年輕的 然後他非常Eager 他飢渴的說 我一定要去中國 我覺得那是我最好的選擇 這樣的人 老實說我並沒有找到 但是我的確偶爾會耳聞一下 就是說 他會去思考跟考慮說 如果他要就學 他是否要去中國 原因是因為他擔心 他以後最好的機會也許在中國市場 那我的問題是 也許請四位如果有適合都可以 麻煩你們回答一下 就是說 在執行這個專案 跟這個聚班工作坊的過程當中 你們觀察到了在台灣 會想要去中國的這一群人 他們的狀態 或是說他們關心的核心問題可能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觀察跟分析 也許某個程度可以回答 剛剛Luna最後所提的 就是說 這個是你如果對台灣社會來說 是一個國安的風險 我們得先弄清楚 到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在這個 他明明瀑布在風險的狀況之下 他卻不自知 或者是他明明知道 這可能是有風險 但是他還是願意去 就為什麼會有這種 不入虎穴 淹得虎子這樣子的那個想像 那個虎子到底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我一直以來 蠻好奇的一個問題 那也許請四位看哪位比較適合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問題當然 有一個很直觀的 也是我真的訪談到很多去中國就業的人會回答我的問題 我就可以試想一下 為什麼有人願意去台積電賣肝 為什麼 因為有錢 確實 因為就像我說剛剛那個抖音的那一位 他現在回來台灣 他的月薪 跟他在中國的月薪比一半都不到 但是他為什麼會回來 他那時候分享 其實分享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996 是他們那邊的一個 至少在互聯網產業的一個工作場 因為在中國很多人在 現在互聯網產業是一個 他們最蓬勃發展的一個產業 當然還有房地產金融 但是多數台灣人會去的通常都是互聯網 那你就拿拿這個跟台積電 跟竹科那些工程師來想 其實就有點類似 996的意思就是 你每天的上班時間就是9點到9點 對 然後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是 他沒有 001 對 一個禮拜工作六天 然後現在現在新的是007 所以你用剛剛那個邏輯去想 117是什麼意思 就是0點到0點 就是你基本上住在公司裡面 然後一個禮拜七天 然後你換得的薪資是這麼的高 然後所以 他那個時候去中國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可以快速累積我的資產 那就像剛剛露娜講的 其實很多台灣人去中國之前 他們知道去中國是有風險的 可是覺得那不會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只要不要在微信上面談台獨 談藏獨 談港獨 談這些敏感的話題 我就沒事 但是後來他為什麼會選擇回來 其實也是他意識到了 就是也是很多工程師 之所以離開竹科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身體撐不下去了 他在北京的那一段日子 他實際上扣除掉 因為他還有在那邊就學 他是就學之後 實習然後就業 但就業的那一段時間 好像待了三年多吧 然後那三年多他胖了15公斤 然後再加 然後就是三高都有了 他才比我大 好像很透露我之前念 他才28歲 對 然後他就有三高 然後每一天就是沒有任何生活品質 尤其是他提到了低端人口這件事情 其實他當然他不是那個低端人口 他沒有直接的被清理 可是對他來講的影響是什麼 就是你看到 就是原本在北京城中村小區裡面的那些談販 全部都被趕走了 然後你看到的生活 等於是你的生活生活的空間 就只剩下工作跟家裡 就是你那個中間所有的 所有的我們稱之為北京的城市文化的東西 全部都已經被清掃走 那優點是什麼 優點你會覺得好像很有規劃 可是對一個台灣人來講 他就是髒話人 他是一個很愛吃宵夜 然後很注重這種就是小吃啊的人 他就覺得一點生活感都沒有 那我待在北京我就算月薪再高 我也只是在賣桿而已 我就只是在賺我未來的醫藥費而已 所以這是我們確實訪談到的人 跟我們會議的一個狀態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訪談對象有一個是我同學 然後他現在是在中國那邊沿海 某一省當那個教授 那他就很直接去分享說 他在台灣跟在中國最大的差異就是 你做一樣的事情 你在那邊薪水剩兩倍 然後跟在台灣 他如果在台灣的大學在教書的時候 就是菜鳥老師會被逼著你要做行政工作 可是在那邊是你可以選 而且你做你是有加班費的 對我覺得這個是對至少對他來講 他就會覺得以他的狀態來講 在那邊他會覺得他的專業是有受到尊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 會讓我看到的是台灣的某些產業的現況 他確實會對這些人才有推的作用 就是這個東西我覺得是 大家要去意識到台灣跟中國的經濟的發展 事實上是他其實就相當於大概二三十年前的台灣 就是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他一定會有一個很高的上去 然後到後來是平穩的狀態 那當然平穩的狀態的時候 你有些產業他就是有可能是停滯的 而中國剛好是在那個起頭的狀態 那如果你所在的產業 在我們這邊剛好是停滯的時候 中國事實上就會對這些人有一些拉力 那風險真的是你很先 那對他來講事實上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去那邊你就是有些話不能說 因為他特別是教授嘛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有看到很多 那種什麼教授被學生舉報的事情 那他就很直接講說 如果今天有學生或是有教授 就是他硬要跟你談的時候 反正他就是會想辦法去閃破這些話題 就是他不是不知道風險的人 但是在這個環境兩邊比較之下 他就選擇先過去 可是他有講就是在那邊 因為他這個類似說他們針對這種比較 你有得到世界百大畢業的學校的老師的補助 就是說就為期五年 所以他事實上他的表達也是 反正這五年過了 我可能我也不會繼續在那邊 對我覺得應該是說去那邊的人 他要必須要有一個很強烈的認識 就是你今天為何而去 那你去的期程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這 反而是這件事情你要去想清楚 對 我有問題要問 可以嗎 還是你要先再問一下 也可以啊 如果你有 我想說那個 摺五啊 摺五就是啊 長期以來都是以啊 有哲學性的論述 然後來進入這個空間來討論 可是我覺得 就這個問題來講 他可以延伸出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題目 通常現在台灣就是有兩邊 一邊是清中 一邊是孔中 那我在想說 如果今天你把蔡定貴弄到中國去的話 你叫他去念研究所 念博士班他沒有那個問題嘛 那今天把歐洲人弄到中國去念書 歐洲人都會有個感覺 比如說 中國是一個非常人權沒有人權的國家 他們對於這樣東西都有一個非常清楚的理解 比如說你去批評任何人 你就是白目 因為他就把你抓起來 或者弄一個麵包店 把任何那個 那個概念弄進去 五個人以上他就把你關 那我在想說 今天反而是台灣人去那個地方 會出問題 那這個就是 就是 腦殘或智障 所以這群腦殘或智障 你把他送到自立去 那他會不會也成為自立的公民呢 所以我在想說 在這裡我們要分清楚說 台灣的公民教育的成熟度 而不是你送誰去 有那個風險 那人民本來就有遷徙的自由 他要去哪裡是 他的機會 從那裡這個風險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 從這個脈絡來看 台灣人的腦殘跟智障 當然我不覺得說 這會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這個這個 對於去的人是一個很好 但只是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在想說 一個公民的成熟度 是不是跟國家的某種東西有關 而導致於 你會有這麼多的關卡 讓他不去 而不是讓他自己在那邊 做決定 做出來的決定 他會說 我是一個英文的台灣人 總共 我只是去那裡度假 或者是一個 或者是一個 一個存在感的概念 這樣子 阿伯,講完了,謝謝 謝謝 彥甫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先生,你好 我簡單回應一下 跟你分享一下 我自己觀看的經驗 我認為台灣人面對中國的時候 有一種心態 就是說 很簡單 覺得語言 就是一種疫苗 我打過會說中文 這個疫苗以後 我就會覺得 我對中國 百地不清 對,雖然容易輕忽 然後還有就是 小規的這個風險 這個部分 他抱持這樣子的心態之後 就是會忽略掉 我們這個貿易的對象 他其實已經進行很強大的產業升級 像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 華為的技術已經變得非常強 這會導致什麼後果 原本台灣應該變成全世界最了解中國的國家 現在變成所有假新聞 入侵台灣 還有整個偷取智慧財產權的部分的情報 都必須要讓其他國家來告訴台灣 這個代表什麼 台灣失去了一整代 有機會游泳 知識經濟爆發力的一個機會 完全的掏空 沒有這個機會 必須要讓其他人來告訴我們 所以我簡單的來跟你回應一下 其實 並不是去中國的人就是比較笨 我們一整個一整個世代 都失去了一個 原本可以變成一個 東亞一個認識中國最好的基地的機會 謝謝彥甫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個人的一個經驗 也許可以也提供大家一個參考 我其實很久沒有去中國了 大概 我剛剛想了一下 搞不好十年有 但我不是故意的 單純只是因為工作的關係跟生活的狀態 但我過去這十年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機會到歐美國家去工作 或者是旅遊 然後 我分享一個今年 今年剛發生的 我今年大概 我印象中應該是 年中的時候吧 就是台灣跨夏天的時候 我去了一趟北歐 那北歐基本上是一個文化跟 就是說它的民主文化發展相對是一個比較 很早就發展這樣的一個社會狀態的地方 那我那次去其實是為了工作去的 那因為我是美女工作者 但有一半的時間其實在做採訪 那我跟很多芬蘭人還有跟這個 我們也去了埃薩尼亞 那也去了奧地利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講芬蘭的經驗就好 我跟好幾個芬蘭教授 在那邊創業的創業者 還有他們的政府官員 我都在跟他們聊 他們當地的這個人工智慧政策的發展 跟人工智慧相關的教育是怎麼做的 因為那是我們那次去的主題 然後 我去的第二天我就意識到一件事情 我們跟他真的有很多很大很大的文化上的差異 那個差異是什麼呢 在第二天我跟一個芬蘭教授聊天的時候 我意識到我終於弄懂那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跟他們怎麼聊都覺得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或者是他只回答一半 然後在跟那個教授聊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說我們暫停一下好不好 我就說好啊為什麼 他就說你為什麼要一直問我 這件事情對GDP的影響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一直問我經濟成長會怎麼樣 你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嗎 我就說我必須老實跟你說 在亞洲市 我們所有的社會我們的新聞媒體 在關注總體社會議題的時候 我們都在看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都很怕沒錢 我在那個時候我其實也沒有在採訪 跟他聊天 然後他就跟我說 可是他們不是這樣想這個事情的 他們知道他們現在投資人工資 或者技術的發展 不管是教育或者是產業的發展 的確有助於他們的這個GDP的成長 他們也非常在意GDP的成長 可是他們在討論這些議題的時候 他們不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他們不是用我因為這樣做 我可以帶來多少經濟成長 而去做這個事情 他們在想的是他們社會因此有什麼樣的不同 所以整個芬蘭社會他們是從學校到政府 到民間的很多的這個創業者的公司 他們合作 他們在推動個計畫叫做 人工智慧教育計畫 是社會教育 他們推了非常多的這個免費的線上的教育課程 要給芬蘭人用 他的芬蘭人是包含阿公阿媽那種等級的 那為什麼他要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們認為芬蘭要準備好 進入那樣的一個社會狀態 可是所謂的準備好 並不是因為他們要在這個過程搶全球商機 那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目的 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說的 是他們的國家政策有方針 他說他們希望芬蘭在這個過程裡面 運用人工智慧這個不可逆的重要趨勢 取得重要的產業發展機會 同時讓芬蘭人在這個過程裡面 獲得更好的生活 那所謂的更好生活裡面的項目裡面 有一個東西叫人權 人權在這個裡面是他們放很大的 那為什麼我要舉一個聽起來 跟今天這個題目不相關的一個經驗 也是因為其實他的那個題目裡面 我在跟他聊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說我意識到台灣的社會 跟芬蘭社會 北歐社會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是 他們在討論所有的事情 包含推動創新創業政策 他們的核心意義都是人 都是人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得到什麼 他們的社會的這個氛圍 合作的關係是什麼 這些都談完了 才會有經濟產值是多少 台灣是倒過來的 可是至少台灣我們也會在意人 我們也會討論人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要得到什麼樣子的 生活狀態的不同 這個東西在中國我是看不到的 我完全看不到 到現在我還是看不到 我雖然這10年沒有去過中國了 但是我有很多機會 跟來自中國的朋友交流 他們都是非常非常優秀的人 可是的確在他們的生活環境裡面 他們是感受不到這個事的 他的整個DNA 他的文化DNA 他的知識DNA 就是沒有這件事情 那這個狀態呢 我在台灣的某一群人身上 我有看到 我的爸媽那一代 我的爸媽的那一代 可能因為你知道 我年紀再大比 可能稍微大一點點 所以我的爸媽那一代 可能是更少的這樣子 那他們那一代就是剛剛 這個Joy在講的 就是說他們成長 跟他們的這個就業時期 其實台灣經濟成長那個時候 他們經歷過的是 經濟不發達跟貧窮 所以對他而言 他在思考的時候 經濟成長 因為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台灣的 比較年輕的一代 我覺得比較不是這個狀況 所以 我覺得 因為剛剛那個先生 他已經離開了 他剛剛在講這個說 到中國去的是智障 或者是說 怎麼會沒有幫自己想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有一個 是喔 謝謝謝謝 我以為你已經離開了 我想要跟你聊這個事情 就反快一下這個事情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在思考這個東西的時候 台灣社會內部 如果過度的去把這個事情 當成是一種敵對的 就是這樣子是笨蛋 這樣子不是笨蛋 那會過度的忽略 社會發展的歷史價值觀 跟歷史階段的認識 這個事情 我認為是非常危險的 剛剛彥甫其實已經談到了 台灣其實有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是台灣是讓這個世界認識中國 跟理解中國 以及跟中國connect在一起的 非常重要的節點 如果我們今天把中國 看成兩個角色 中國共產黨跟中國 你其實會意識到 我們在所謂的認識中國裡面 如果always把中國跟中國共產黨 扯上等號 那也就是跟14億人 建立一個直接的敵對關係 但如果你今天仔細去想 那個中國裡面的在生活的人們 跟我在芬蘭社會 在印度 在澳洲看到的人是一樣的 他們難道會刻意的想要對別人不好嗎 但是的確我認為他們的DNA 跟生活的狀態 就如我剛剛講的 他們對於人跟人權跟人的價值 這個事情上是沒有感覺的 因為他的社會階段就不到那個階段 那不能因為這樣就直接說 去那裡追求這個經濟成長 跟好的報酬的就是智障或者是 我個人是比較反對 用這個方式來形容啦 但的確如果今天台灣社會 沒有去強調這個認識中國 這樣的專案在做的事情 我們的確有可能很多很多的誤解 這個是我對於剛剛這位先生的 這個提問的一個初步的回饋 那我不知道在做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Luna 謝謝 我其實有一個點我剛剛忘了講 就是說在10月份的有一個新新聞的專題 就是在講那個 中國對台灣整個校園的滲透 我覺得那個寫的也算是還蠻精彩的 那也包含Reader 好多包含的像過去在遠見天下 都有做類似的報導 大家可以回去看 我就不多說明 那我想要直接講我們自己在訪談 還有參加工作訪的 因為我親民台本身關注的是年輕人 那我可以先講一下 的確我是在看待台灣這幾年在講 人才流失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想要回來聚焦在看 中國對台灣的LALO 就是不管是LALO或者是你在講那個 他有有機的方式去做一些人才的吸引這件事情 他成功嗎 那這個東西到底拉力是什麼 退力是什麼 其實那是我在另外一個層次接下來 我們會再努力的 那我想要講一個點是 就是在剛好這件事情在新新聞的那個專題裡面有被報導 那我們在這個工作坊也被驗證了 就是現在為什麼我們會在第二階段拉出台北去去那麼遠的地方做分區工作坊 因為已經在很多的在所謂二線跟三 用二線三線程式來講台灣這個很奇怪 可是就是說 這真的很奇怪 可是就是說 除了台北市以外 其實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在桃園在花蓮 其實都已經有補教的老師 他們是真的就是在他們的補教的現場 是在協助對他的學生去中國這件事情做招生 然後他甚至是會做這樣的一個代理 那這件事情是存在的 那很有趣是 為什麼高中高職的年輕人來我們的輕平台的工作坊 因為他說 他補習班老師一直跟他說中國很好 然後他的媽媽也跟他說 欸你要不要考慮下去中國 可是高中生心裡覺得說啊這樣子嗎 所以他就想要自己來 我覺得剛剛玉寧講到一個是人 人的這個東西他想要去對一些 他不確定的東西想要去做追求或理解 他來了 我覺得光是這件事情就超厲害的 那第二件事情是 他也跟我們說 其實真的補教界有一種風氣 就是當之前剛剛 其實我覺得下次真的可以做一個專題 就是說從中國他過去對那種所謂台灣 那種頂尖大學的學生的西醫 到現在的第二波第三波的那種他的策略 其實策略有所不同 他是有一個脈絡的 然後在所謂的一些他可能他自覺說 我可能考不上台青交大的這一種學生 他說那我在台灣這樣子的可能是私立學校 或者是什麼樣的學校 我去中國可能我是可以是在南京大學 我可以是在中國的某一個還蠻知名的大學 這可能對我的薪資是有幫忙的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補教的補習班的這些人可以幫助他進去 完全沒問題喔 有可能的 因為他的成績怎麼樣都OK 可是在哪一端會有問題 當然第一個是他的爸爸媽媽 可能要幫他掏一筆錢 因為有代辦費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補教界的老師會跟他說 因為後來就爸爸就覺得很不妥啊 那我小孩子的人生安全怎麼辦 然後補習班的那個協助這個做代辦的人就說 你跟你的孩子講 就是說只要他說問說台灣是不是接受一國兩制 你的小孩子要回答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不要去question 不要question 然後你就是乖乖的不要什麼什麼 然後其實當下其實它是一個補習班的座談 然後你當然知道其實開始有人覺得不安了 因為補教老師會跟你說這個是小問題沒問題 你只要照著對方的邏輯再走 所以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未來 埋下一個風險會有的 可是我也會為台灣的小孩子在那邊遇到的狀況 我也感覺到開始有不安 世代的小孩子有時候你說口無遮攔那很好 可是那口無遮攔其實代表他的某一種他在追求 或者是他在反抗的一些東西 他知道他可以自我表達 可是這個東西他不知道原來他在中國 他已經踏在一個我們所有的紅線 而這樣的紅線對於他的工作 對於他的學業 就剛剛我們講的這些case study 其實已經很明顯 他是會有一些很直接人生 或者是獎學金被取消 的確台灣的學生去中國 他對於獎學金這些事情是重要 因為台灣現在我覺得這個高校這個議題很複雜 這個事情我覺得台灣一定要做相關的討論 我們就說真的是有些人覺得說 我想要去是因為他在台灣念的學校這樣加總 生活費加總去中國有獎學金 然後又是住校 又是住在學校裡面 根本不用走出學校你所有的食衣住行 所有的一切都在學校這個校也可以被打點 然後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是便宜的不貴的 所以他對台灣的學生有吸引力 可是有些學生他的狀況是說他其實是 他知道他有些是類似Gap Year的心情 他還保有台灣的學籍 可是有些學生他根本不知道他必須要保有學籍這種事情 所以他直接就湧窗天涯就闖過去了 結果他一年兩年不適應他回不來了 然後甚至有人在那邊工作被強迫要拿居住證 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跟我們的團隊在討論說 我們對於拿居住證那些人 我們要全部都把它畫成等號叫做惡魔嗎 他們就是非常的十惡不赦嗎 我覺得我們對這個東西的理解太擔保了 然後甚至有些人他因為考駕照 他的房東會要求他要拿居住證 可是你當然可以像剛剛那個先生說的 他可以不用在中國啊 我想這個東西是可以討論的 可是他們真的不知道說原來拿了居住證 跟他的中華民國國籍這個事情 他是有違背的是有抵觸的 各位這種資訊在這些人的身上 在他父母那一輩的人是對這個基本的basic 就是對基本的知識不了解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陸委會的那些資料 國安局的資料的那個背後裡面 台灣人他要主動去拿或被迫拿 或者是台灣人對這個一整個的國家中國的理解 或者是跟台灣相關的這些東西的理解 我覺得那個缺口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東西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第一線的工作 教育工作者老師也來我們的工作坊 因為學生會跟他諮詢說他該不該去中國 他的質疑開始有一些困擾說他該不該去 不一定他自己本身 而是父母想要幫他做決定 父母想要說你去才有機會 你不去你這輩子就完了 那到底這個東西對一個公民的思辨 一個社會的思辨台灣走到哪一個層級 那所以我覺得說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 我們看到他面對中國那種知識的欠缺的無奈不足 我也想問其實這就是我們在下禮拜 其實在我們的整個計畫很重要 是我們有整理了一些當然是有個人經驗 還有一些是對我們現在整個國家 對於這個中國知識 這個知識當然不一定要去強調中國多好或不好 而是這些東西真的是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 當他需要的時候他無從 所以你才會讓補教界的這一些agent 這些人他有機可為 如果當他們想要去對中國或怎麼樣 誰當了代理人 這就是在講一個代理人系統 當一個過度的就是你在做一個非常封閉理解的時候 誰會成為那個代理人 這個是一個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謝謝 露娜剛剛講這個東西 我自己倒是有想到一件事情喔 就是說中國如果對台灣來說 是一個我們需要很理解的事情 我覺得在政策上面跟資源上面 我們的確重新是需要重新思考 台灣社會從工部門到私部門 我們花了多少資源跟利息去處理著這個事情跟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知道了 以美國來說 美國國務院他們底下有一個專門的一個組織喔 那個組織的人 英國裔 我不確定到底是多少人 我自己知道就已經超過100個人了 這個組織在幹嘛呢 就是專門找人來幫忙研究中國跟認識中國 以及宣傳中國 那是美國國務院底下的一個組織 他們每年的經費是非常驚人 那不然因為美國非常有錢 我不能直接說美國花這麼多錢 所以台灣就應該要花這麼多錢 但至少我在台灣看我們整個政策 跟整個這個政府組織的結構來看的話 我並沒有在這個事情上面看到 在這個部分有很強的一個投入 這個的確也是一個 我覺得我們可以接下來長期去思考 跟討論個問題 包含剛剛講這個教育的問題喔 那我們其實時間並沒有很多 那其實現在應該算是QA的時間 剛剛先生有問一個問題 那這邊有一位先生要問問題 是不是我們把麥克風給他呢 謝謝大家做這個研究 我覺得今天收穫很多 那可是我要問那個比較實際跟敏感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當然香港這個事情啊 讓我們都很震驚 那因為大家做了這樣的一個田野調查 或者說這些採訪 我比較關心的是像你剛剛講到的那些 Keywords 他說生死線 你講到了一些什麼叫做跨了生死線 談到宗教 或者談到思想自由的時候 你們在採訪的過程裡面有發現 有人confirm說有人真的消失 還是台灣人被逮捕 被關的這些 因為我不知道李明澤的事情是怎麼 我才剛回來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比較有關心的是這些 所有可能到了對岸之後 會發生的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問題 就這麼簡單 一加到know how對不對 就是說怎麼樣 什麼叫做 什麼先段界線會出事情 對對對對對 因為其實是 因為我們在這裡談很多 平權嘛 思考嘛 你說你剛剛問的問題 你都思考成這個樣子 怎麼會不會思考到那個樣子 那那個樣子當然是被禁止的 那如果有人思考 開始界線到那個地方 尤其是談到宗教的時候 那他會出什麼麻煩 他會滿門操展嗎 好 那這是很實際的問題啊 不是嗎 好 我們先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現在有相關的問題 你要問他一件事情 不知道對不對 你說說看 你是不是知道 什麼叫多久 大概知道 沒關係我是先 好 好那我們先再做 因為你們做了蠻多的訪談嘛 剛剛這位先生談的 這個生死線 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麼字 或句子 或是狀態 你只要發生了 你在中國就會陷入危險 有沒有哪一位可以來分享 給先生一個最基本的官方宣布的資料 還有過去三年的話 就是韓西會有統計 三年台灣有 跟韓西會申報他失蹤的案件 超過三年總共150位台人啊 150位台人失蹤的 對 147啊 對 147 然後60幾個人下落不明吧 對不對 這是有跟韓西會申報的案 那沒申報可能更多 那過去我們訪談的經驗會 針對你所謂的言論的紅線 我們會給一個 其實已經是準確的答案 紅線本身是浮動的 只要中國的司法攤開 他想要拘捕你 任何一個法律都可以是 做為他的紅線 對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新大中國研究的一個老師 叫鄭志鵬老師 他跟我分享一個經驗 他們如果要帶學生去中國 遺地研究的時候 他要做哪些準備呢 第一個 幾乎等於是自首的狀態 我今天去上海的時候 我直接去上海的公安局 告訴他 我接下來四天的行程是什麼 逛答案館 跟婦女研究者訪談 隨時會換地方 太敏感了 隨時會換地方 在第三天所謂的跟學校方面的 進行互動接洽 第四天送行 完整的公安局報告 公安局才會再派人來 我等於說我已經準備告訴你 我不會處罰 你不要抓我 是這樣的狀態 那個大文 剛剛這個經驗分享 我覺得彥甫的經驗已經非常的具體了 就是給大家參考 不過他剛剛有講到跟我 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說這個紅線其實浮動的 如果大家回憶過去這十到二十年左右 就是台灣人到中國的這個紅線存在在哪裡 你仔細一想 你就會發現其實你找不到標準 我二十年前 我透露年輕 我二十年輕的時候 跟老師們去做這個天野調查研究的時候 我們也做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去公安局報告我們的行程 那個時候 偶爾是他們都會派一個人來跟著我們 他就住在我們隔壁 喝茶給我們看 但我知道曾經有一段時候 他們就不出現了 可是你知道他就是跟著你 那我後來在媒體工作 我們也有去那邊做採訪 有一段時間是他真的不會出現 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可是你就是知道他跟著你 那我自己還有一段經歷 像在那時候在中文宥祖的時候 我自己去做田野 我去了兩次 一次在上海在大城市 一次在這個廣州這邊的一個 就是很多台商聚集的這個工廠區 我在廣州那邊被跟著經驗是 他直接跑了 因為我是去親戚家 我親戚在那邊開工廠 他現在已經回台灣了 那時候在他家 是當地的縣府的人 直接跑到我親戚家 要求跟我碰個面認識一下 然後呢 當時我其實不知道 原來他實在的偵察我 他還問我說 你要不要辦中華人民共和國身分證 我現在立刻辦一張給你 我說好 我考慮一下 謝謝你 謝謝大哥提供了機會 在那一刻我就知道 喔好 他其實是來了解我的狀態 看看我在幹嘛 然後他跟我的這個親戚的這個長輩 了解我在那邊待多久 要做什麼 在做什麼研究 那就是中國的狀態 那舉另外一個例子回答 剛剛那位先生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去關注香港的現象 香港從六月開始上街 一直到現在 你們還記得他是什麼時候開第一槍的嗎 我有香港的朋友在那邊 香港人對這個事情的看法就是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原來香港的警察 會對他們的香港人開槍 這個事情在六月的時候 絕對不會有人相信 因為六月我第一次關注這個事情是 香港警察丟催淚彈 我非常的震驚 你怎麼可以丟催淚彈呢 但現在的狀況就是 你連香港警察開槍 你都不覺得那有什麼 你連他把人給失蹤了 你也不覺得那有什麼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哪些是假消息 哪些是真消息 這又是另外一個issue 我只是用這個例子來回答 剛剛這個先生 試著幫忙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紅線是浮動的 那有個現象大家可以關注的是 習近平的統治為什麼在過去這兩到三年急速緊縮 這跟網路社會的發生有關 跟中美貿易戰有關 跟整個國際情勢有關 甚至包含跟華為的崛起全部都有關 因為5G的競賽是國際的戰略競賽 還有包含衛星科技的競賽 這些東西在整體的理解上面 如果台灣社會在理解這個事情 沒有用整體的概念去思考它 我覺得很容易會落入一個問題是 假設你以為那個紅線是存在的 你很有可能哪天就陷入危險了 因為香港人過去真的不知道 香港警察會叫他們開槍 好 那還有沒有下一個問題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 後面有位小姐 我比較不是問題 只是補充說明那個居住症的問題 因為其實去年就是在理法院大 也是有超過一輪嘛 然後一開始其實就是執政黨的說法 是比較強硬 就是可能會考慮要除息 但是因為後來有顧慮到說 其實居住症本身其實是會綁到 很多台灣人在那邊 他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東西 比如說考驕照啊 或是他可能上網買車票什麼的 有居住症就會比較方便 那所以後來是有在討論說 那是不是要限制你考公務員資格 因為涉及到 對於國家的忠誠義務的問題 但是後來其實修法就停擺了 所以其實我們的兩岸條約 對於你在中國有沒有拿居住症 是沒有任何的違反的 對 就是一個小小的補充說明這樣子 謝謝 還有沒有今天的朋友問題 對於阿朱衛先生您要分享 我比較在意的就是 我為什麼剛剛急著要問這位先生說 奪權這個概念 台灣 台灣年輕人 一個被種下的一個 所謂的 那叫做什麼 衛星定位吧 台灣的年輕人 我一直以為 他們不知道 台灣是他的 當中華民國蔣介石來到台灣 說台灣是他的之後 到現在的人 年輕人 不懂得 要把這個權力 去 逃回來 所以 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 他 要到什麼 他要做什麼 現在台灣人 根本沒有全力去 說 我不接受 因為這樣子 所以去到中國 尤其在中國 一個所謂的 一個統治權 在中國社會裡面 在中國社會裡面 有所謂的 書記系統 台灣有沒有 還是有 在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擺明的 叫做仁惡 現在這個詞 被 隱藏起來 讓這些年輕的一代 根本不知道台灣 有人惡系統 因為 因為這樣子的無知 所以說 他的 權力 是 什麼 剛剛我們主持人 講到 昆南人 他們 知道 我有權力 決定 我明天 要怎麼樣 活得更好 台灣人 這才是真正台灣的問題 尤其當你不懂得要善用你的權力 說 我決定我明天要活得更好 所以我現在要決定做什麼事 但是 這個國權的事情 連對中華民國政府 都不敢做 他根本就是在處於一個無知狀態 去到了一個所謂中國有一個所謂的統治概念 根本是 是在人家的 手掌之間 要你活 你就活 要你死 你就死 好 謝謝你的這個分享 那你剛剛談了這個東西 不過 因為我們有蠻多機會 在基因網路媒體的時候 跟非常多台灣年輕人有互動 台灣年輕人沒有那麼無知啦 這樣子我們會加深這個 世代鬥爭 我們不要這樣 好 謝謝 那你剛剛的這個討論 有沒有在座的這個夥伴想要回應的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這個 在座的朋友有想要提問的呢 國權 知不知道 知道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做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是不是請Luna這邊 來給我們一個這個總結好不好 待會他們補充也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 就是那個阿伯 你每次都來都講一些很可愛的觀點 可是我想要講的是在於說 如果我們做這個非常跨 我覺得是有點跨界的研究的心得跟心情是什麼 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的民主是需要被深化的 可是有一件事情蠻重要的是團結台灣 我覺得台灣人內部對很多知識的不理解 不代表我們要永遠對立 可是台灣的團結這件事情我覺得它是重要的 為什麼 我覺得要提升台灣的職與量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是說 如果台灣人的政治參與 我們只停留在一個 幹狗 罵 或者是說 只有奪權 可是你對拿到權力之後的準備跟想像 跟你實質上的作為沒有做好準備的時候 我都會希望在這一代的台灣的 不管是在不同世代的人 他是要做好準備 你拿到那個權力的時候 你才會用一個比較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妥適的一個姿態 或者是他應該做一個政治工作者 或者是這個政府團隊 他應該有的包含一個公民的監督參與的那個角色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我覺得那個台灣會不會是一個 我們可以去想像它可以朝一個更永續更好的國家 雖然聽起來很抽象 可是連我們這個東西都不敢想 也不曾用這個方式去做一個脈絡 這樣的一個roll map去走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國家是在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在整理我們這個專案裡面 一個小小的期待就是說 我們用個比較民主討論公開 然後一種參與跟尊重 我覺得我們團隊有個很棒的特色是 我即便跟你的觀點不同 他們還是會聽 是聆聽 是溝通 我覺得這個特質在台灣是太稀少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好 那我只有補充 就是我等一下大家可以幫我們填一下問卷 好 大家有沒有要結尾補充的 都沒有 好 那謝謝大家今天來到現場 我自己其實學到蠻多的 因為 每次談到這種跟中國有關的題目 在台灣社會很容易在討論到最後變成這個 有一點對立之爭的這樣的討論 不過我自己也有一些見解分享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年輕的一代 特別是在座這幾位工作夥伴們 還在當研究生的 我覺得他們非常了不起 因為其實在面對強大的這樣的經濟弱勢 跟強大的這個國際全球化之後這樣的 國際的分工的這個問題之下 其實台灣是有面臨很大很大的挑戰的 而且挑戰的壓力都壓在這一代身上 但是他們非常的勇敢 而且他們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們採取的立場跟態度跟價值的選擇 其實我覺得是 只有一個文明公民的社會 文明化的社會的這個年輕世代 才會有這樣的選擇跟這樣子的討論 包括他們勇於承認 他們為他們的薪資 為他們長期的這樣發展 他們覺得中國可能是一個選擇 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人性的選擇 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覺得用苛責的方式去面對這樣的人生選擇 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如果你處在他的世代 你可能也會有同樣的想法 我倒是覺得台灣的時候 應該要回來思考一個問題是 我們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讓這一代的人陷入這樣的選擇 我覺得這才是根本的問題 那當然台灣有他好的地方 有他不好的地方 但至少我覺得 我們很幸運的是 我們至少處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事情在討論上面 我們是可以公開的 我們在台灣社會 不需要擔心什麼紅線 對不對 我們沒有什麼紅線的這個issue 我不覺得光是這點就非常值得 令我們感到愉快跟驕傲 那當然政府的很多的作為 他做得好或是不好 光是去批評政府其實是沒有用 因為政府的很多的公務員 他們很多的選擇 是跟著他們老闆做 他們老闆是從這個政黨的選舉的 選票裡面獲得結果的 那這個選票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關於我們的社會在思考 選舉跟選票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可以討論的 但如果每次討論的時候 你就直接罵對方是笨蛋跟無知的人的話 我相信我們的選票的選票結構 也不會選出 有能力跟我們討論這麼深刻的 這樣民主問題的這個內容的 那我覺得這無助於台灣的公民社會發展 那我覺得年輕的一代 其實他們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很謝謝大家今天來這邊 參與這個討論 那也很謝謝這個LUNA的邀請 讓我可以來這邊參與 這樣子一個學習的機會 謝謝澤武提供的活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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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